剛剛老師都把我們這個擴充工具裝起來了 那也訂閱了一些對不對 那麼我們現在來看 您進到這個課程這個裡面 課程裡面 你有沒有發現這一個叫建立 對不對 那當然如果說老師您覺得說 我也可以怎麼樣 要做個備份的話 它也有一個匯出的功能 有一個匯出功能 比如說如果怕資料不見 或者我同樣的課程 說要複製給另外一個班級用 也可以 也可以 那我們現在進到課程 你按一下建立 好 您可以先一個什麼 課程名稱 那這個課程名稱呢 您可以很大的 也可以很小的 哦 比如說 好 建立 好 建立好之後呢 這樣是有課程名稱 可是裡面呢 還要需要什麼 所有的主題 那主題您可以把它想做 好像我們在 各位老師應該都用我的最愛 對不對 我的最愛就是 我放在根目下 是我們這樣 所以你可能會分類 好 這是跟國語有關的 這是跟英文有關的 有沒有 所以主題您可以把它想做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目錄 目錄 好 比如說給您看一下我的 好 我在這邊 嗯 好 這裡好了 免費設計資源 那您可以看到 哦 有一個是跟創用信息有關的 有沒有 這就是我的目錄 也就是主題 然後呢 有圖庫的資源 這樣您了解意思了嗎 好 所以您至少一定要有一個哦 那這個我可以收起來 可以像這樣 你看3D模型的 有沒有 3D列印相關的 就是我有做好很多分類的 所以呢 您建好之後 一定至少要先增加一個 好 進到課程裡面 好 你看我當這個 有沒有 我已經見好了 可是呢 因為你沒有任何分類 所以他跟你講 要不要準備好哦 好 還沒有準備好 而且呢 你可以看到後面有鎖頭 表示說什麼 這是私人的 不對外公開的 好 我點進來 好 進來之後呢 您新增一個主題 好 比如說 我找的是跟國文相關的 所以其實如果老師 您要整理這樣 也不見得說 一定要國文第一冊 第二冊 當作一個課程 可以 我就是國文 國文 課程 然後呢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三冊 就是一個主題名稱 這樣也可以 好 比如說 進來 然後呢 我再增加一個 我現在已經有三個了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來找看看哦 比如說我想要找 好 好 平常老師您在收集您上課教材您都怎麼做 龍騰文化 六車 好 比如說 你看到這個不錯 假設您看到這個不錯 請問您會怎麼做 就把它下載下來嘛 然後自己收藏到自己的口袋裡面 可是有些很多文件有沒有很久就不見天日了 很可惜 或者你 可能硬碟 不知道萬一壞掉了 可能就不見了嘛 那你可以像這樣 你看 我在右上角這裡 我們剛剛不是已經把這個裝起來了嗎 對不對 所以如果您看到這個教材你就不錯 點到它 告訴它 我現在我選到的 這個 這個 selected tape 就指我現在選到的這個 當然如果您覺得 哦 這全部都要 你就選擇all tape 就是所有的分頁這樣 所以 我們再整理資料就很快 所以如果老師您想找一找 哦 一次找很多 一起加進兩圈 就這麼簡單 點一下 好 您看一下 在這裡 我這邊要先登錄 這個登錄的話 因為呢 它這個 課動工具還是用在 就是一般的版本 就是我們現在政治版 所以 如果說老師您剛剛 是用那個 這個有沒有 這個登錄的 然後當您登錄的時候 您到這邊 您就記得 後面這八個數字 八個 八會數 就是包括英文 部分大條寫 您 在這邊 先登錄一下 會員登錄 有沒有 會員登錄 那 呃 等一下 糟糕 我想到了 如果您用的是那個 您用那個 訪客好像不能用這個工具 好像不能用這個工具 我先登錄一下我的 我現在進來了 你看 我有那個姿勢 有沒有爬出來了 我剛剛四十二個 裡面多了一個這個 有沒有發現主題 進來了 所以這跟無論相關的 好 就把這個勾起來 就是全部都要 那 單元名稱 您可以自己選擇 通常他會抓到 但是呢 如果像這樣沒有抓到的時候 沒關係 您就自己 再給他一個 這樣有沒有 那如果說您對於這個部分 你覺得 雖然這個課程不錯 可是我想要做一些補充說明的 您就可以在下面直接把它寫進去 好 那 來源 好 您可以直接註明一下 比如說我可能是來自哪一個網站的 有沒有 好 這樣好了 你看儲存 好了 老師教材整理好了 我們看一下這裡有沒有 看這邊 你看喔 我重新整理一下這個課程 請問有沒有進來了 有沒有簡單 對不對 所以其實老師在找資料 有沒有變得很快 你整理之後可以快很多 比如說像 我們又找到這邊 好 那這個也不錯的 我就把它一樣加進來 好 有沒有發現它正常的講大部分都可以抓到 對不對 大部分都可以抓到 所以 我就再把它儲存進來 我現在就先增加幾個 其實我相信老師 現在多多少少上課 有機會會用到一些像這種網路上的教材 對不對 給同學看也 或者是您自己做備課的 那麼您到這邊之後整理一下 有沒有三個就進來了 三個就好 那調整數據你就這樣上下 調整一下就沒問題了 固定一定要照那個數據 好 那另外呢 如果說您的內容 我們當初有訂閱一下別人的 您也不是怎麼樣 我今天來新增喔 但是呢 我從複製別人的單位 因為我已經有訂閱了 我就告訴他 我要複製一下別人的 所有相關的 我看一下 選舉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其他的 比如說 我覺得這個跟我的有相關的 您就可以 直接把它複製進來 您了解了吧 您可以直接複製整個 所謂的那個主題 也可以只複製其中一個 那麼我現在只複製這兩個好了 好按複製 有沒有就進來了 所以不管您是引用別人的 還是您自己像這樣收集的 甚至您直接 增加所謂的 這個教材內容也可以 這裡面呢 它就有這麼多的這種教材內容 老師有沒有覺得比較方便一點 有齁 如果YouTuber呢 教材內容有沒有 因為現在其實老師也蠻多機會 找到那個YouTuber上的對不對 你看喔 YouTuber更方便 因為呢 您出了 比如說 黑洞之以來 這跟科普有關係的 點進來 直接加進來 好 勾起來 勾起來對不對 好 鎖存 那麼 為什麼說YouTuber更方便 因為呢 YouTuber上的話 其實有些時候 我們很希望同學看的 比如說這段影片有六分鐘 甚至有時候半個小時 老師上課不見得有那麼多時間讓他看對不對 或者我們要的那個主題 可能是在第二十分鐘的時候 那怎麼辦 您來這邊看一下 我剛剛已經馬夾進來了 您看到這邊有沒有一個 縮圖有進來 您可以編輯一下 您告訴他 欸這個影片 這裡 這個影片呢 我希望他從 什麼時間開始看 有沒有 看到什麼時間 就這樣就好了 所以呢 這段影片進來的時候 他就會從兩分二十七秒開始播 這樣子 更容易打到我們要 不然你還要跟他講 同學請 自己轉到 快轉到哪裡 有的還要找不到 對啊 然後還有一個更好玩的題目 有沒有看過很多 電子上有 答案就在影片中 不是啊 題目就在影片中 先給你看一個影言 然後請同學回答 這裡也可以做 等一下我們可以一起來試看看 好不好 所以老師您可以嘗試看看 你看我們像這樣去做 有沒有覺得 整理資料好像快很多了 不見得會成為老師的 所謂的第一手資料 所謂的第一手資料 就是老師平常上課的課本 但是他可以很好的一個補充教材 老師整理資料就會快很多 那這些東西可以透過什麼 彼此的所謂的分享 就是說您可以 像編輯者的部分 我們可以去找共費的 共費的 那這樣就可以幾個老師 共同整理好之後 大家就可以一起去 一起來使用 這樣會更方便 OK 那老師就給你試看看 你找到網頁 然後就從這邊來 夾進去試看看 來 還給你 好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